在2013年的4月11号 随着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的发生 20年前名造一时的一起类似的事件 又再次浮出了水面 在北京一状并不起眼的房子里 一个重达200斤的女子 在一对老人的搀扶之下 艰难的挪动 这个女子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天之骄子 在每位同学的心中 都是他们所向往的 最想成为的存在 那么这位女子又是谁呢 朱令 北京人 1973年11月24号出生 朱令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 父亲吴承之 母亲朱明新 朱令有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姐姐 名叫吴金 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生 并在1989年的四月 在野三坡春游的过程当中 意外宣故了 朱令可以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 她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 1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琴 如此聪明伶俐的女生 更是在1992年考取了清华大学 入读化学系 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 物化二版 这样一个如此多才多艺的女生 在加入清华大学民乐队之后 很快就成为了主力队员 据清华民乐队的同学回忆 朱令在音乐上具有相当的灵气 1994年曾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 独奏组的二等奖 此外 朱令还是一名游泳高手 曾经在清华的校园运动会上 多次取得名字 他也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就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却在正直花季的年龄里 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1994年11月24号起 朱令开始莫名其妙的感到肚子疼 渐渐的 他开始吃不下饭 然后感到自己的胃部 也跟着不舒服 一直到了12月8号 更严重的情况发生了 朱令的头发开始脱落 不出几天就全部掉光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终在12月23号 朱令入住了北京市同仁医院 消化内科病房 虽然没有查出病因 但在住院一个月以来 朱令的病情却得到了缓解 并且也长出了新头发 随着寒假的结束 朱令再一次返回学校 原本以为痊愈的朱令 在1995年的3月6号 却突然病情恶化 他的腿开始疼得厉害 并且感到一阵一阵的眩晕 朱令的父母 把他送到了北京的第三医院求知 结果朱令在北一三院无法得到救护 从而父母又带着朱令 转到了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门诊 李顺伟教授接诊后 告诉朱令的母亲 朱令现在的症状 太像是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 他严中毒病例了 但是由于朱令否认有他严接触的历史 并且协和医院也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 所以并没有进行他中毒的检测 这从此耽误了朱令治疗的最佳时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朱令的症状逐渐的加重 面部肌肉开始麻痹 眼积麻痹 自主呼吸消失 最终朱令住进了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 协和医院按照急性波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诊治 在1995年的3月23号 朱令中枢性呼吸衰竭 协和医院采取了气管切开术 第二天 协和医院开始对朱令采取血浆致患疗法 前后一共进行了八次 每次均在一千毫升以上 有些人认为 这对未确诊情况下维持朱令的生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幸的是 朱令感染上了饼干 时间一直到了1995年的3月26号 朱令被送入了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依靠呼吸机来维持呼吸 两天之后 朱令陷入了昏迷状态 他的昏迷时间长达五个月才醒过来 事情发展到这里 依旧是没有办法查出朱令病情的真相 难道这真的就是李顺伟教授推断的那样 是一起他中毒事件吗 这么多医院都无法确诊出缘由 那又是谁查出这就是他中毒呢 朱令的这些遭遇 引起了朱令的高中同学 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的学生 贝志成和蔡全清等人的注意 他们整合资料 将这种不明病例的病症翻译成了英文 通过互联网向国外的网站 发出了求救电子邮件 终于 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们收到了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的回信 1635封 其中 约有三分之一的回复认为 这是典型的他中毒现象 圣求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 在回信中指出 疑似他中毒 认为根据头发脱落 肠道问题和神经问题等症状 几乎可以确诊 由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并不发达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名教授 在校内的服务器上 一起创建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朱令他中毒远程诊断网站 这个网站在朱令他中毒远程诊断的信息发布和协调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95年4月18号 贝志成拿着翻译好的电子邮件 到了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区门口给医生参考 但这一切并没有得到医院方面积极的回应 相反 很少人参看 也没有采纳电子邮件中的他中毒判断和相应的检测方法 从而让当时网上远程诊断的结果并没有及时发挥响应的作用 当朱令的父母得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振阳教授 可以做他中毒鉴定后 在一位有良心的协和医院医生的暗中帮助下 取得了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 在1995年4月28号 来到了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进行检验 当天陈振阳出具了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显示 朱令为两次他中毒 第二次中毒后 朱令体内的他含量远远超出了致死的剂量 从而怀疑是有人蓄意偷毒 同时也建议服用普鲁士兰作为解药来解毒 根据互联网的本馈以及陈振阳 1995年4月28号的化验结果 朱令开始服用对症药普鲁士兰 在服用当天 血液中的他离子浓度开始下降 这个时候 已经是朱令到协和医院求诊的 第50天 一个月后 体内的他被排除 但是由于他离子在体内滞留的时间过长 朱令的神经系统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视觉几乎完全丧失 机体功能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而且仍然出在昏迷当中 在得知朱令是中毒后 朱令的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 当时的化学系副主任 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于教授 提出报案的进去 薛芳于教授随即向清华大学保卫部部长 兼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报案 1995年5月7号 北京市公安局开始正式立案调查 但在立案之前 在他中毒确诊后的五一放假期间 朱令宿舍曾发生了一起 离奇的盗窃案 朱令的洗漱用品丢失了 通过调查 警方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者接触过他言 也排除了其家人和亲朋好友 接触过或使用他言的可能 朱令家人委托两名代理律师之一的张杰指出 根据警方目前提供的情况来看 有人故意投毒是朱令中毒的真实原因 也就是说背后存在着一个凶手 而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 嫌疑人的范围在不断的缩下 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 进一步推断 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 事情兜兜转转 在根据朱令母亲朱明新 1997年11月发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朱令他中毒远程诊断网站上的一封信中提到 警方迄今一直怀疑 朱令同社和同班同学的一位女生是投毒真凶 警方同时说明 有证据显明 是嫌疑人自己破坏了朱令宿舍的物品 使得仍还有小于1%的硬件证据 缺失了 但警方表示不会放弃并且有信心在公开的法庭上 给嫌疑人定罪 但是从1995年5月7号以来的十多年当中 这个案件一直都没有进入到法庭阶段 北京的警方一直没有宣布侦破此案 也没有公开任何有关的细节和原因 但主要负责这个案件的公安局14处的李树森 在2006年对采访他的记者曾经提及到 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结论 而且这件事情很敏感 换句话说 此案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到了某些人 此事又为何不了了之呢 可见涉案嫌疑人的背景之深 能量之大 可令法律为之折要 在经过多方验证之下 警方锁定 朱令同宿舍的同班同学孙伟 被认定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他言 并且跟朱令接近的人 经过详细调查 警方正式将其列为投毒的犯罪嫌疑人 孙伟的祖父孙月奇和伯父孙福林 在民主党派和政协担任要职 而正是这显赫的家庭背景 被认为是本案件的调查 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 1997年3月 朱令家人以出事班级即将全部毕业 人证即将难以获得为由 上书北京市公安局长 1997年4月2号 孙伟作为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北京市公安局14处带走 并在印有犯罪嫌疑人的纸上签字 在被连续审讯8个小时之后 孙伟被家人接回家 此外 朱令的家人还曾上书国家领导人 要求加快犯案 但上书的时间没有说明 1998年1月 孙伟家人在得知朱令家人上书国家领导人之后 也给高层领导上书 由此可见 两家人都在憋足了力气 按地理使劲 以此来保全罪的利益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能否告一段落呢 1998年8月25号 公安机关却毫无征兆地宣布结案 并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 解除了孙伟作为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强制措施 但匪夷所思的是 公安机关并没有告知朱家此案一结 直到2008年5月12号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 要求公开朱令急性他中毒案 侦破过程和结果的申请 并于当天被受理 18天后 公安局以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为由 发出政府信息 不予公开告知书 朱令的父亲声称 之前得到的答复 一直都是正在调查当中 也只是在2008年申请信息公开时 蔡霍熙已经在1998年结案了 面对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情况 朱令案又将迎来怎样的未来呢 事情发展到2013年的4月 朱令的同学王一峰开枪 直指孙维有重大的偷渡嫌疑 孙维曾在2005年的天涯社区声明里指出 自己并非是唯一能够接触到他的学生 他称当时帮老师做试验的他荣业 是别人已经配好放在桌子上的 对此 王一峰回忆 当时清华大学一共有七个人可以接触到他 分别是两名教师李隆帝和童爱军 三名女研究生 87级的女生陈某 88级的女生赵某和89级的女生朱某 另外还有两名本科学生 其中一个是90级的男生吴某 另一个就是孙维 女研究生住在别的宿舍楼 而男生跟女生的宿舍楼 又不可能在同一栋楼 所以只有孙维可以近距离接触朱令的日常用品 曾有传言称 警方当年从孙维床底的箱子里 找到了朱令的咖啡杯 并且有过被彻底清洗的痕迹 孙维当时便称 朱令在住院期间怕杯子落沉 所以对之进行了清洗 对于该传闻 一位自称孙维室友的 名为太阳正暖的爱迪 在网上发帖声 孙维住在双层架子床的上铺 言下之意 也就否决了在床底下有孙维的箱子的说法 此外 据派出所通报 朱令中毒住院后 所在的宿舍曾因盗窃导致现场被破坏 地板上散落着钱 一位老师事后告诉朱令的父亲 其他同学都没有丢东西 唯独少了朱令的洗漱用品 还有一个不锈钢的杯子 溫落在了床部下 在舆论汹涌之下 许多的小道消息开始曝光 比如网上就出现了一份 据称是黑客截取的当年孙维 在天涯发布声明前给几位同学的发帖指南 其中 讲述孙维如何指导同学们如何从人品 社团状况 学校管理等等方面 跟帖支持他的声明 而在此时 公安部门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让这一轮民意聚焦 未免也有些未审先判的意味 经过多番的挫折 朱令家人认为 协和医院误诊并且耽误了治疗时间 才使得他中毒给朱令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遗症 1996年12月 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接受朱令家人的委托 将协和医院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 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 接近80万元 1997年10月 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做出协和医院不存在过失 不属于医疗事务的鉴定 1999年4月2号 一审协和医院胜诉 1999年12月 免费代理此案的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于荣 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 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 该单位出具了鉴定意见 为协和医院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诸令 并经被诊断的延误 因此 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当之处 2000年11月26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审判判决 协和医院补偿诸令 医疗等损失 10万元 事情到这儿 还远远都没有结束 又一次风波 发生在2006年 2006年之前 关于朱令事件 仅仅偶尔在华文的媒体报道上可以见到 主要集中在朱令的悲惨遭遇 远程医疗的作用 等等 1995年9月 女友杂志的记者陈童 曾经采访朱令同宿舍的女生 结果屡次遭到冷遇 2002年 在网上 有人撰文指出 向朱令投毒的嫌疑人 就是孙伟 同时 被志成 以真名实姓 在新语司网站 发表了 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一文 介绍了一些内幕 2005年 11月30号 在天涯社区 一名网友 发表了一篇名为 天渡红颜 十年前的清华女生 被读事件的文章 重提此案 在社区内 引起了高度关注 12月30号 一个ID名为 孙伟声明的网友 发表了 孙伟的声明 驳斥朱令他众毒案 引发的谣言 以孙伟的名义 公开为自己辩解 引起了众人的讨论 并且激起了广大网民 对此案 极大的关注 在网络上 很多网友谴责 孙伟就是偷毒者 一些网友甚至找出了 孙伟的家人 住址 所在单位 等等等等的信息 还有朱令和孙伟 所在班级的同学列表 2006年 1月中旬起 中国日报 新闻晨报 法治早报 南方人物周刊 新民周刊 青年周末 华夏时报 大连晚报 等等众多媒体 对朱令事件的相关内容 以及网络上的讨论 进行了报道 2007年 1月22 23号 中国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 东方时空节目 播出了专题纪录片 朱令的12年 上下两级 将此案的关注 又推到了一个 更新 更广的高度 那么对于当时的案件来说 孙伟是当时被认为 唯一能够合法取得他言 并且接近朱令的人 警方曾经对孙伟展开调查 但由于他中毒的试验报告得出太晚 朱令宿舍的物品 已经被破坏 使得证据缺失 案情也始终没有 突破性 在2006年 朱令案再次在网上被炒热 怀疑的矛头 也再次直指孙伟 孙伟再度发帖 再次否认自己曾经投毒 并逐条解释回应网上的怀疑 孙伟回忆称 1997年4月2号 警方曾要求他在印有犯罪嫌疑人的字样的纸上签名 在经过八小时的连续突审后 家人把孙伟接回家 而在1998年的8月 孙伟声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17处宣布解除对去的嫌疑 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孙伟和朱令中毒有关 这一起案件最为关键的一个人 贝志成 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 爆出 孙伟曾向好友发布发帖指南 以充当水军的猛料 贝志成介绍 发帖指南是当年黑客攻入孙伟的邮箱获得的 罗列了一些回铁纲要和注意事项 甚至还包括 孙伟他们宿舍非常友好和睦 从未有过任何矛盾 所有宿舍友人都非常好 朱令中毒不可能与他们宿舍有任何关系 等回铁的例句 在回铁纲要中 要求发表对孙伟的了解信任和支持的言论 并对哪些人说什么做好了明确的分工 贝志成说 他本来没有将案件的重点放在凶手上 直到2006年 孙伟在天涯辩解 他才怒不可遏 再加上 2013年 复旦投毒案的发生 再次刺激了他的神经 对于此案 我们相信 贝志成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 正是因为贝志成当年在互联网上向国际求助 朱令的生命才得到延续 朱令案的20年 也是贝志成的20年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默默的帮助朱令 并极力找出案件的真相 网友们也直呼 最善良的同学 贝志成 发展到这儿 这起案件虽然还没有水落石出 但是总归算是告一个段落 而这个事情的背后 也许有很多需要我们深思的地方 再一次来到朱令的家中 他独已经向他的全身寝食 父母年事已高 在记者们再一次来到朱家的时候 只听到的是一句一句揪心的话 朱令在做康复运动 但是对于年纪逐渐渐长的两位老人来说 他们说道 这样的训练 每天要进行四次 过不了几年 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力气再去抬动他 由于卧床11年 朱令的身体已经完全变形 很像是怀了孕的中年妇女 她毒因已经开始慢慢 向她的全身器官侵蚀 走到哪 回到哪 朱令的班长张力 这样回忆朱令 她的优秀是自内而外的 是全方位的 迄今为止 我还从没有见过如此完美的人 天生丽质的她 有着明亮的双眸 白皙的面庞 加上高挑的身材 高雅的举止 举手投足之间 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 甚至曾经老师建议她 去参加礼仪大赛 朱令的同学童雨峰 在2004年11月10号的文章中 回忆了她第一次见到朱令时的情境 朱令第一次亮相时 带来了一架黑色的古琴 古琴由于难度高 会演奏的人很少 朱令的双手细长而灵活 她的手指在琴弦上 自如而精确的滑动 让人叹为观止 乐队的指导老师 都惊喜的合不拢嘴 后来听说朱令不仅会演奏古琴 还弹得一首好钢琴 学习也很好 还是游泳健将 在校级比赛中拿过名词 我对朱令的钦佩 由然而生 甚至还有了一些微妙的敬畏 而现在看来 所有的这些描述 似乎都像是在说 另外一个人 最后 以网友的一句吐槽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朱令案 凶手没有伏法 对公众的心理 伤害很大 投毒不声不响的进行 谁都可能中招 这让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 沉寂已久的案件 不是因为破获 而再度被关注 而是因为 另一起惊世骇俗的大学生投毒案 而被牵出 只有把真相还给公众 司法的公信 才能建立 1999年1月20号晚 河北省南部邢台市 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铁路爆炸案 当时 8点03分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金广铁路 邢台 是棺庄段的铁轨被炸断 时时 春运客流高峰期 运输繁忙的铁路大动脉 被中断运行了 三小时四十一分 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而且在境外 产生极坏的政治影响 上上下下对此案的侦破 极为关注 2月15号 奴隶除夕 在万家团聚 九州同庆的喜庆日子里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从河北省邢台市传出 震惊全国的120特大爆炸铁路案 成功告破 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河北京广铁路李鸿心爆炸案 1999年1月20号晚 河北省南部邢台市 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铁路爆炸案 当晚8点03分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京广铁路行台 是关装段的铁轨被炸断 实时春月客流高峰期 运输繁忙的铁路大动脉 被中断运行了 三小时41分 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在境外产生极坏的政治影响 上上下下对此案的侦破极为贯重 2月15号 奴隶出席 在万家团聚九州同庆的喜庆的日子里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从河北省邢台市传了出来 震惊全国的120特大爆炸铁路案 成功告破 三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入罚网之中 时间回放到25天前 河北省邢台市 1月20号 险些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日子 这一天 夜幕降临 仅靠着金广铁路县 西侧的邢台县 惠宁乡 新华村的村民们 还在欣喜的盘算着 怎样过好今年的春节 晚上八点多 突然一声巨响 是不少人家的门窗玻璃 全部震碎 他们谁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巨响过后 位于铁路东侧的燕家屯乡 新村的村民们 被惊得 跑出了屋外 定了一下神 有人拿起了手电筒 熏声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铁路上 沉默弥漫 欲言未消 跑进一看 原来一根铁轨 已被炸成两段 两根铁轨之间 被炸了一个大深坑 村民们 明白眼前发生一切 有人便用手机 拨通了110 与此同时 邢台县铁路 护路联防队的三名队员 正在远处巡逻 听到巨响 也火速的向现场奔来 在现场 他们留下一人看护 另外两个人 跑上公路 来了一辆车 找电话报了警 附近的群众围拢上来 不少人纷纷拨打着110 报警电话 不断的传向了警方 爆炸发生的准确时间 是20时03分 大约10分钟之后 警车呼啸着 已经赶到了现场 之后 铁路的抢修工人们 也赶赴了现场 邢台市公安局 和邢台县公安局负责人 在率警赶赴现场的同时 向省公安厅进行了报告 爆炸现场距离市中心 大约10公里 准确的爆炸点 在京广铁路线 下行线的368公里 980米处 爆炸现场 有1.06米的钢轨被炸断 形成了一个60厘米建方 34厘米深的炸坑 现场勘察 进行了半个小时 铁路工人立即投入了抢修 整个京广县的铁路运输 在中断了4个小时之后 终于抢修完毕 恢复了通车 发生铁路爆炸案 引起了中央和省领导的 极大关注 他们要求公安机关 全力以赴 尽快破案 消除隐患 为了尽快破获此案 地方和铁路公安 成立了以省公安厅厅长 于定海 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张启增 为总指挥 以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 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 曹爱平为组长 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 江湛林等组成的120专案组 警方初步分析认为 这是一起有计划 有预谋 采取爆炸手段 通过破坏铁路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恶劣案件 犯罪分子应当具备 爆炸的知识和技能 具有接触爆炸物的条件 专案组制定了严谨 详尽的侦破方案 并将现场周围的九个县市 作为侦查重点 以邢台市的桥东 桥西两个区 以及邢台县为重中之重 根据群众反映 爆炸前后 有两辆车开往北京 曾在现场一带停留 提路公安机关 便立即抽调警力 连夜赴北京 保定定州 邢台以及河南等地查找 费尽周者 都要找到大客车的私承人员 进行访问 但是收效甚微 又有群众反映 案发时 在现场南侧的一个铁路寒洞口 曾有一辆摩托车停留 专案组立即派员查找 在近似大海捞针的繁荣 所谢的工作中 找到了该摩托车的车主 也是无功而返 可是 在排查之中 专案组发现 在120特大爆炸铁路案发生前的圆月一日 邢台市还曾发生过一起爆炸未遂案 那是居住在西原村西原南街的几名妇女 早晨去厕所的时候 发现在便池内堵着一只鼓鼓囊囊的便池袋 人们七手八脚的将那个袋子拽上来打开 一看 赫然出现在眼前的是两只钟表 一只电池和乱七八糟的电线 人们顿觉不妙 立即报警 警方接报之后 迅速的赶到了现场 经勘察证实 这是一组定时的爆炸装置 此案发生之后 邢台市公安局调集精兵强将 开展深入细致的侦破工作 但是该案尚未突破 是偶然巧合 还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呢 在案件线索的排查之中 一连几天的时间 虽然一个个可疑人员 纳入了公安民警的事业 一条条重要线索汇集到了专案指挥部 却有一个个先后被排除或被否定 通过对几百个村庄局委会和几千个单位 商业网点以及生产住存 使用爆炸物品的处所 进行书壁式的排查 专案指挥部和专案组的视线 终于集中在了邢台县司法局 当组书记局长李鸿新的身上 一个重要的线索终于出现了 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真有两名爆炸时的目击者 他们向警方讲述 1月20号晚8点钟 两个人骑自行车从现场附近经过 他们下意识的看到了 在107国道东侧的一片空地上 停放着一辆大鼻子铁壳子 骑屁股的汽车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意 其中以为在这一小姐时 爆炸发生了 随着震耳欲动的巨响 腾空而起的灰尘洒落了 他一身一脸 爆炸声响之后 他们发现那辆汽车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不见了踪影 专案组没有放过任何 与现场有关的蛛丝马迹 警察所谓的大鼻子铁壳子 骑屁股的汽车 在行台共有六种车型 经多方查识 出现在现场的汽车 为星达牌 此车型共有16辆 他们驻车驻人的进行调查 结果证实 案发当天只有李新红 驾驶的一辆车 从现场经过 并未坐停留 1月27号 侦察人员与李鸿心 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李对此并不隐晦 他说 当天晚上 他确实曾与一位名叫 王庆虎的朋友 驾车前往住在 庞马林的一位同志家 但是时间可是晚上七点多 当时停车是为了看路标 顺便接手 没有听到什么爆炸声 分析 111案 现场已有了物证 查明其雷管 产自辽宁 去年5月 邢台县 华星公司 曾经 构近5万枚 其中 有48000枚 销往了 邢台县 杨饭乡的 10个采矿店 另有2000枚 销往了 黄四乡 专案组在紧紧的 潜注了这样的 两条线索的同时 王庆虎突然出现了反常 1月29号 再次传唤他到专案组的 驻地的时候 他借口上厕所 却来了一个 溜之大吉 专案组派出 40余名民警 全力在杨饭乡 和黄四乡排查 2月7号 在黄四乡 云天饭店 李鸿鑫 与其七弟 真某 一起吃饭的情景 已经纳入了 侦察人员的视线 因为彼此相识 黄四乡派出所所长 刘增仁上前 与他们二人 打了招呼 李等二人 吃完饭之后 便分手各奔东西 可是 当刘所长突然 又返回该饭店 打电话的时候 他却发现了 李鸿鑫 和他的七弟 也返回到了这里 他们很像是 为了掩人耳目 这才匆匆离去 急着返回 又像是在这里 正在等着什么 四日一早 侦察人员 从黄四乡的一家 食子厂的厂长处 了解到 昨天晚上 真某将他 曾呼到云天饭店 当时真某 指着身边的一个人说 这是我哥 他家开铁矿 前些日子 买了一些炸药 碰不上树了 如果公安局来查 你就说炸药 是在你这里买的 一共买了14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同时 转组在调查之中还获悉 黄四乡八方食料厂 曾于去年9月30号 从黄四爆炸物品管理站 买过炸药和雷管 但是经询问食料厂的厂长 侯惠敏 侯却失口否认 经查 在购买炸药的存根上 签字的是真某 显然 真某是冒用了食料厂名义 2月8号 石灰部果断决定 立即派出几路人马 对所了解到的情况 进行进一步的印证 并将真某请到了专案组驻地 经过反复较量 真某终于透露了真情 去年9月 他受李鸿心指托 假冒八方食料厂的名义 开具了一个购买事 从黄四乡爆炸物品管理站 购买了五袋 销安炸药和四十枚电磊管 交给了李鸿心运送 元旦之后 真从李鸿心的口中得知 有四袋炸药 存放在邢台县建筑公司的施工队 几天之后 李鸿心将这四袋炸药 就又运送到 距离邢台市八十公里的 邢台乡县城 另外一袋不知去向 经查 邢台县建筑公司施工队得知 送到邢台县的那四袋炸药 是李鸿心的堂弟李勇送去的 当天夜里 指挥部立即派员奔赴 存地沟铁矿 证实了真的供述 并得知 李鸿心曾于去年十月 以炸鱼为名 从矿上索要了透明的小塑料袋 装炸药 数十管 与11案的物证完全相同 同时提取了李鸿心 事后存放在这里 与11案现场爆炸装置 完全相同的电雷管两枚 次日 民警们对黄色爆炸物品 管理站的调查证实 真某被李鸿心购买的炸药 倔系五袋 四十枚电雷管 与11案现场爆炸装置 完全相同 至此 狐狸的尾巴 终于被猎人牢牢的 攥在了手心 在掌握大量证据的前提下 2月11号 李鸿心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 虽然露出马脚 走投无路 但是李鸿心却被一种侥幸的心理驱使 企图蒙混过关 专案指挥部 从各市县公安局抽调了12名 经验丰富 指挥过人的审讯人员 对李鸿心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和心理共识 他先是百般狡辩 继而沉默不语 直到2月14号午夜 才开始痛哭流涕的 缴械投降 身为司法局长 在县里也算是个人物 李鸿心为什么要炸毁铁路 危害社会 自毁前程呢 在邢台县 李鸿心可谓是个知名人物 他1972年高中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工作 不久 他又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机警过人 被调入邢台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员 在短短的几年里 他跟着老干警风里来雨里去 侦破了一个又一个刑事案件 受到了组织的信任 不久即被任命为刑警队的队长 在主持刑警队工作的期间 年夫李强的他一边通过自学拿下了大专的文凭 一边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了办案工作之中 捋破大案 抓获了一个个为人们所切齿痛恨的罪犯 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奖励 出于对他的信任 组织上提拔他为公安局的副局长 正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李鸿心 做着稳坐公安局局长美梦的时候 1989年的5月因工作需要 也是为了进一步培养锻炼他 县委将他调任政法委办公室主任一职 虽是平直任用 但是对野心勃勃的李鸿心来说 却是致命一击 在他看来 公安局的局长权力大 牌子硬 实惠多 而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虽说是一个政局级的职位 但是在这个清水衙门里 仅仅有个好名声 无权无势 只能事事求人 谁又能来求自己办事呢 因而当他接到这个任命通知的时候 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去 但是他又无力扭转 只好强带孝颜 内心泱泱的走马上任了 如果说在其仕途上 一帆风顺的时候 他对党的培养 还有一丝感激的话 那么此时 他对祖师上 所蒙生出了一种 无名的不满 祸根 亦是由此而种下的 从走上新岗位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挖空心思的 考虑着如何早日重新起飞 另谋高就 他找书记 县长 托书人 跑关系 废弃了心思 终于在1990年10月 被任命为 邢台县司法局 党组书记 局长 那一年呢 他才33岁 在全县数百名 局级领导中 是最年轻的 按理说 李鸿心 当上了一把手之后 该心满意足了 其实不然 李鸿心的心里 仍然窝着一口气 在他的眼里 司法局局长一直日常繁琐的事不少 实惠和权力却没有多少 比原职强不了多少 按他的年龄和能力 应当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特别是不久前 县公安局局长被确定为 副县级待遇之后 他的心里感觉更加的不平衡了 认为那个职务本来是属于他的 而被领导给剥夺了 因而感到恼怒愤慨 他错误地认为 自己之所以被冷落到这个贤职上 主要是向领导进贡的不够所致 由此感到前途渺茫 心灰意冷的他 对仕途感到了失望和厌倦 就在这个时候 昔日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他 说道 空心呢 反正你的官也当到头了 再改下去也是这样了 现在呀 我正在和别人搞铁矿开发 你呀 不如落股赚了钱呢 准保亏待不了你 你是局长 在县里呢 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有什么麻烦事 你替我们活动活动 矿上的事呢 不用你操心 李鸿心一听 心想这个事值得干 既然仕途不顺 何不趁机 改嫌一折 抓紧点时间 挣点钱呢 他知道 国家不允许政法干部 经商做生意 但是转连一想 这是把股份 入在朋友的手里 只要自己和朋友不说 谁能知道呢 即使是被人发现 充其量 不过是违纪 以现在的身份 也给不上什么处分 主意一定 他当即答应朋友之约 之后 他东见西凑 再加上 自己的积蓄 将筹集的数万元 入了半矿的股份 在此时候 他受朋友直托 跑有关部门 疏通关系 使半矿一事 得以顺利发展 然而几年过去了之后 事情的发展 完全出乎了 他们的预料 由于主种原因所致 朋友办的矿山 赔了本 他投入的资金 几乎血本全无 金钱梦的破灭 在李鸿心脆弱的心理上 无疑又是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李鸿心 在伤害失忆之后 能够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己 反而醒悟 振作精神 凭着他的才学和能力 他极有可能 会成为一个事业的成功者 然而 爱钻牛角尖的他 却把所有的过失 都归结于党和政府 对他的不公 他认定了这样一个死理 假如不是组织上 不重用他 他也不会暗地里 游身于伤害 更不会落一个 鸡飞蛋打的结局 在狭隘思想的支配下 对现实和社会的不满 油然而发 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 和罪恶的念想 慢慢地滋生了起来 他想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制造一个事 让你们也受受罪 怎么样制造一个事端 李鸿心苦思了许久 最后选定了制造爆炸事件 他知道此事重大 自己一个人难以完成 偏暗暗地物色着 可利用和可做帮手的对象 很快他盯上了 与他私交较好的 县大案局 业务指导副科长 王庆虎 十年四十六岁的王庆虎 在县城里 也是一个出名的人物 别看此人官不大 但是为人仗义豪爽 爱交朋友 由于公职的单位事不多 便以其家属的名义 在城内开了一个名叫 巨仙阁的饭店 平时很少在单位 一头钻在饭店内搞经营 这些年饭店如雨后春笋 纷纷地兴起 一个小县城 竟然达到了近百家之多 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 使得巨仙阁的生意难做 气得王庆虎 只骂工商局 税务局 只管收钱 不顾控制饭店的快速增长 在伤害之中 奄奄一息的他 经常在私下里 向李鸿心发现着心中 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 以至抱怨自己 官儿生得慢 钱挣得少 是朝中没有后台 李鸿心和王庆虎 同属于星台县宋王庄乡人 是弟弟到的老乡 平时他们交情较深 彼此都很关照 特别是身为局长的李鸿心 经常带一些请客的人 光临他的小店 使王庆虎 从中受益 因而李鸿心断定 王庆虎 无论是从个人感情上 还是他本人的心理上 无疑都是最佳人选 1998年夏季的一天 心怀鬼胎的李鸿心 和王庆虎 坐在一起喝酒闲聊 酒过半斤之后 李鸿心小心翼翼的 端出了自己 想制造事端的想法 王庆虎一听 不仅没有丝毫推辞 反而月月欲试 激动的说 李局长 这事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你就说 咱哥俩怎么干吧 李鸿心一看 王庆虎乐于配合 于是便放下了心 他不忘不忘的 诡秘的说 这事啊 不能急 咱们得稳妥一点来 这样吧 我先想办法 搞一点炸药 然后咱们再找机会行动 至于爆炸的地点 我看最好是侍卫 或者是市政府 这样影响会更大 这事 你多想着一点 咱哥俩在最后定 10月上旬的一天 李鸿心从朋友 合资经营的某铁矿内 索要出炸药34关 共计6.5公斤 此后呢 他又从某药馆站 购得炸药五袋 将其中的一袋 放在了王庆虎开的 巨仙阁的饭店内 炸药配携的时候 李鸿心又为配置炸药 做了精心的安排 他来到市里 找到经营公用电话亭的 堂弟李永新 请他来帮忙 李永新呢 原来是星台市 积淀学校的职工 生性野蛮 1982年 在第一次严打期间 因打架斗殴 伤害致死他人 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入监之后 身为堂哥的李鸿心 不仅对其家人 竭力关照 而且还通过熟人朋友 对在压的李永新 问寒问暖 1997年7月 李永新 刑满释放之后 对堂哥李鸿心 在患难之中的相助 自然是感激不尽 使他为恩人和知己 当李鸿心找到他 要其制作两套 定时爆炸装置的时候 他明知道 堂哥的用途 可能不正当 但还是毫无推辞 热情的一口 硬撑了下来 没过几天 李永新 便将自己精心制作的 两套爆炸装置 交到了李鸿心的手上 炸药和引爆装置 全部配及之后 李鸿心和王庆虎 便加快了实施犯罪的步伐 他们把爆炸的目标 选定在市委大院 为扩大影响 他们把爆炸的时间定在了1999年1月1号 李鸿心对王庆虎说 这个日子最好 只要炸药包一响 不管有没有人员伤亡 星台市委大院被炸的消息 很快就会引起中央和省里的关注 很快就要有人倒霉了 由于市委大院有武警守卫 内部情况他们又不太熟悉 不敢贸然的将炸药弄进市委办公楼 经过反复查看地形 他们最终确定将炸药包放在市委 西墙外胡同的女厕所内 1999年1月1号凌晨二时许 李鸿心 王庆虎两个人 驾驶着司法局带有司法滋养的 蓝白道的新打牌汽车 携带装好定时装置的炸药包 来到邢台市委的西墙外 将引爆时间设定在上午8点45分到9点之间 把炸药放在女厕所的便池之后 便匆忙的离开了现场 回家听候喜讯去了 初次作案 毕竟心慌手乱 将引爆装置没有连接好 他们上午在家里等了大半天 也没有听到爆炸声 直到这次爆炸行动失败了 不久 他们听到了公安机关 正在对这起未遂爆炸案进行调查时 心里暗暗窃喜 时隔不久 李鸿心和王庆虎又聚在一起 密谋商议 在此实施爆炸事宜 李鸿心说 上次没有把市委大墙炸倒 咱们还得继续干 王庆虎有点胆怯 就说现在公安局对上次那件事查得正紧 咱们是不是缓一段时间再搞啊 李鸿心向王庆虎相打退堂鼓 便鼓劲说道 怕什么呀 我搞了多少年公安了 凭我的经验 越是在这个时候行动 越保险 公安局现在的经历 释放在破案上 并不会派多少人去警卫市委大院 这一点我比你懂 在李鸿心的煽动之下 王庆虎又来了尽头 两人又商议了一番 决定在1月20号晚上 再次到市委大院实施行动 因为1月20号 省人大省政协正在开年度全体会议 在这期间发生爆炸案 中央和省里无疑会更加关注 1月20号晚上7点钟 李鸿心再次开着自己的坐骑 兴达汽车 和王庆虎携带炸药包 来到市委复兴 刺激实施犯罪 此时 邢台市委周围的马路上 车流如水 行人很多 他们先无法下手 便临时商议确定 炸京广铁路去 大洞漫一段 必然惊动上头 随即 他们开车 窜出市区 沿着107国道 向北行至京广铁路 行台是关庄段的 一乡村的公路路口时 王庆虎从车上 卸下自行车 拖着炸药 来到京广县下行 368公里 980米处 用颤颤巍巍的双手 将炸药包安放好 然后设定好 引爆时间 8点3分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趁经国内外的 120爆炸案发生了 炸药包爆炸的气浪未散 李鸿鑫和王庆虎 迅速驾车 逃离了现场 当晚临分手的时候 李鸿鑫叮嘱王庆虎说 这个事儿是要掉脑袋的 到此都不能说 不知道是恐惧 还是激动 王庆虎只是连连的 点了几下头 平时口齿伶俐的他 此时竟然一句话 也讲不出来 1999年2月24号 经刑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 李鸿鑫 王庆虎因涉嫌爆炸罪 破坏交通设施罪 李永鑫因涉嫌非法制造 爆炸物罪 被刑台市公安局依法逮捕 小田陈鑫 本宇宝 这个文章 点